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选择上面的物件 然后点选展开 接下来我们选择线段工具 记得线段工具的线条要比你文字的宽度还要宽哦 接下来我们将所有物件选取 选择路径管理员 分割 记得解开群组 点选中间已经分割的物件 按下滑鼠右键 变形 倾斜 在这里角度我设定成60度 使用黑色箭头 将分开的物件完美合并 接下来我使用白色箭头 分开点选我要更改颜色的物件 需要同时点选不同物件的时候 记得键盘中按下Shift就可以连续点选咯 那今天的简单课程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影片再给喜欢 把影片分享出去 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 勇接下来 下支影片 我们下支影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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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支影片 中 coexist 你 我们下支影片 请 zij